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百四十七集 沈庙这两个字从皇帝的嘴中说出 整个房间都安静下来 六个人没有一个人接话 朗桃与三师弟白身互看一眼 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震惊 而木鹏则是轻轻扶着师尊的身体 惊讶地看了陛下一眼 转瞬间 天一到这三位大弟子的眼中 情绪便转为认真与隐隐兴奋 是的 在如今的天下 没有人能够击败南清皇帝 然而还有神庙啊 以仙人之姿对付一位凡人 难道也没有办法吗 神庙虚无缥缈 只是神话或者传说 但是屋子里的这六个人心里都清楚 在萧恩死后 唯一知道神庙确实存在 而且知道神庙所在之地的还有一个 正是苦和 北极皇帝一直没有死了这个祭祀神庙 从而获取玄妙力量支持的这个念头 当年他一心将萧恩救回囚禁 甚至不惜与苦和一派的力量进行正面的冲撞 就是因为他想知道萧恩脑海中的那个秘密 神庙 虎和大师缓缓睁开了眼睛 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皇帝陛下 北极皇帝本以为 书祖的眼神会十分灵力而愤怒 因为世上唯一去过神庙的便是他 而且也是他一直不惜一切代价 向整个天下隐藏着神庙的真实存在 然而苦和的眼中只是淡淡嘲弄 与一丝极其复杂的笑意 他知道 包括自己的徒儿在内 面对着强大的南清君王 所有人都下意识里产生了不可战胜对方的念头 才会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 神庙之上 我知道神庙在哪里 虎和再次缓缓闭上眼睛 但我不会告诉你们 他身旁所有人面露震惊 心想 如果您要将这个秘密带入黄土之中 那大骑江山如何能保啊 虎和闭着双眼轻声说道 神庙 只是一双眼睛 他向来不甘事事 何必去惊扰啊 不带众人回答 虎和唇角露出自嘲的笑容 再说 你们以为 神庙真的无所不能吗 他睁开眼睛 盯着面前的皇帝陛下 语重心长 说道 不要把希望 寄托在一个不存在于希望之中的事物 陛下呀 我此次赴大东山前 与四顾剑曾经一武 对于山顶情势做足了准备 虎和看着他 悠悠说道 你可知道 我们所猜想青帝最后的底牌是什么 北齐皇帝有些枉然的摇摇头 虽然他是人间至尊 但对于大宗师 神庙这种奇怪的存在 依然感到惶恐 我与四顾剑以为 庆帝的最后靠山 便是神庙来人 苦和温和地笑了起来 而坊间里的其他人却震惊了起来 难道庆国的皇帝与神庙 暗中有联系吗 苦和微笑说道 若只是神庙来人 便不足为惧 怕的是 神庙坏了自己的规矩 然则 庆帝啊 也没有这个能力做到这一点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苦和更了解神庙 虽然他的了解也指 外面那浅浅的一层 但他了解那个人便足够了 神庙不甘事事 可如果真有来人帮助庆帝 那么山顶上那位黑衣瞎子 便一定会站在神庙的另一面 这便是苦和从来不担心这件事情的缘由 世上啊 没有什么神仙皇帝 也没有救世主 苦和微然叹息 想到很多很多年前 那个小仙女曾经对他和肖恩说过的话 他说 当你们到了大宗师这个境界 便会发现 神庙其实也不过如此 一个不限于世间的存在和死物有什么区别 虽然苦和将死了 可是淡淡言语里 却透露着对神庙及其从容冷静准确的评价 那我们应该如何做 虽然北齐皇帝心中的火依然在烧着 并不会因为苦和大师的两句话 便打消了寻找神庙的念头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再问了 因为苦和疏祖没有多少时间了 当一个人 无法从外部击倒时 便只能期望 他的内部出现某些问题 苦和轻声说道 南清 若要打军北上 至少需要三年时间 而陛下 便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时间拖得更久一些 拖时间 北齐皇帝心里重复了一遍 眉头皱了起来 这只是治标之策呀 拖得时间欲久 对我们便越有利 因为谁也不知道 南清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 您是说 范贤 北齐皇帝惊讶地 看着苦和苍老的容颜 抿着薄薄的嘴唇 坚决地摇了摇头 范贤不足以改变清帝的心思 谁也不行 而且 他毕竟是沁国人 总不可能站在我大齐的一边 谁知道呢 苦和大师用一种平和的眼神望着他 范贤本来就与任何人都不相同 他是庆帝的私生子 而且庆帝对他信任有加 北齐皇帝很沉稳地表示了相反的意见 朕能给他的庆帝能给他更多 再说 即便他投了我 也不可能对天下大事造成任何的损害啊 可是 你忘了 他也是叶家小姐的儿子 苦和的笑容显得有些诡异 而且 你始终还是低估了范贤的作用 不要总把他当成一位师仙 一位南庆皇子 一位权臣 这些看上去很重要的人物 他最重要的身份 其实就是叶家小姐的儿子 他已经继承了 并且掌握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北齐皇帝心中一惊 恶然抬头看着苦和大师 心里翻起巨浪 他听明白了书祖话中所说的这个意思 但却根本不敢相信 能够通过范贤的手 共享江南内库所带来的好处 已经是北齐皇帝所能想象的最好局面 但是听书祖的意思 竟是指望范贤 将整个内裤搬到北齐来 大宗师这种东西 用来乱国可以 却不能用来争国与建国 库河温和的说道 庆帝总不至于单枪匹马去挑天下 军力 国力 却亦不可 战争打到最后 依靠的依旧是国力 除非庆帝跑到上京城来 当万人敌 苦河的笑容显得有趣起来 但他是一个如此严肃 如此盼望在青史上 写下光彩名字的人 怎么可能像四股剑一样 封典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言道之为您博奖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齐皇帝的嘴唇有些干 依旧不能相信苦河的判断 范贤 他好端端的皇子不当 凭什么来投自己 难道就因为海棠师姑与他的那个协议 可是谁会相信一个空口无凭的协议 能够让范贤付出这样大的代价 其他的人都沉默着 听着苦河与北齐皇帝的对话 苦河望着皇帝 轻声说道 可即便既望于范贤 最近这两年 你也不能表现出来什么 明白 朕马上着手安排 对范思哲下手 苦河点了点头 心中一片欣慰 陛下果然聪慧过人 只是自己略微一提 他便知道该怎么样做 才不会引起南请皇帝的怀疑 先前说过要拖时间 苦河低手说道 待我死后 穆鹏 你马上下山 去南庆 众人惊讶地看着苦河 不知道他为什么此时 要专门给二徒弟穆鹏指派任务 天一道弟子虽不多 但四大徒弟中 穆鹏却向来是最低调 最弱的一环 除了医术之外 别无所以 你常年生活在山上 外界没有几个人知道你长得什么模样 苦河轻轻咳了两声 却用手捂着 没有让血喷出来 望着身旁的二弟子和声说道 我要你去南庆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这是想办法为陈平平治病 为陈平平治病 所有人更感震惊 陈平平是何许人也 庆帝最亲密忠诚的陈子啊 不论是三十年前 还是刚刚发生的京都东山之事 陈平平都在其间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听闻这条庆帝的老黑狗 身体越来越差 眼看活不了几年 北齐东夷的人都心中喜悦 而苦河大师竟让自己 医术超群的徒弟去为他治病 苦河眼里的盯着木棚 无论如何 我要你保证 陈平平能够活下去 不会因为生病之类的原因 自然死亡 这是很重的话语 木棚虽然心中不明 却依然低头应下 屋内其他人都看着苦河 似乎想要听一个解释 但苦河大师 却沉默不语 这是苦河临死前记下的最后一步棋 在稳定齐国内部朝政之后 他便把眼光投往了南方 有两步棋已经先丢了出去 而陈平平这边呢 却是 却是他收手的那一年 苦河大师不是庆国皇帝 他没有制造一个数十年的惊天大局 而只是基于很久很久以前 对于那位小仙女的认识 这数十年生涯中对人性的窥探 以及对于大东山知识中 某些稍许出局的存在 而极为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抹亮光 他是用猜的 他猜想 庆国的内部在眼下 一片平静的背后 还引着一个撕裂人心的救患 而如果陈平平因病而亡 自然老死 那苦河对人性的猜测 便起不到任何作用 所以他必须保证 陈平平能好好地活下去 直到将来某一天 某个人不想他再活下去 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安排完了 苦河大师对于这个人世间 再也没有更多的期盼 他闭着眼睛 似乎将要睡着 太后强眼心中悲伤与恐惧 缠着声音说道 道门日后如何处置啊 天一到道门深植国潮之中 苦修士更是行于大半个天下 隐隐约约间 与南庆的庆庙系统还有些联系 如此大的力量 在苦河死后究竟如何安排 这也是重中之重 只是此时门内有苦河三大弟子 这三人碍于身份 无法开口询问 苦河大师依旧闭着眼睛 似乎有些疲惫 轻声说道 道门 交由海棠 众人功身应命 包括郎桃在内的三位大弟子 都没有感到意外 皇帝和太后也清楚 在很多年前 苦河大师便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 所有人早就已经 把海棠姑娘当成天一道下一代的领袖看待 只是 海棠今日在哪里呢 所有人心中都有疑问 据说昨夜海棠还在山上 但此时却是不知所踪 苦河大师临死之时 这位最受疼爱的徒儿 这位天一道的接班人 却没有陪在大师的身边 海棠 要去办些事情 苦河大师闭着眼睛 轻声说道 这三年里 他不会回来 天一道的事情 叫有朗桃 而这座青山 叫有你们的小师妹 这句话 他是对着朗桃三人说的 虽说天一道 外围之事 叫有朗桃 但是青山 才是天一道的根基 小师妹 朗桃三徒 面面相去 难道是指 范家小姐 北齐皇帝眼瞳微缩 马上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心中开始准备 如何让这件事情发挥作用 打压下铭记 却让范若若之名 闪亮于青山之上 国师果然好手段 越是这般做 南庆皇帝越是疑心 北齐刻意挑拨 反而不会对范贤生疑 对于北齐生存最后所依 更是安全 只不过北齐皇帝 直到此时依然不敢相信 范贤有一天 会带着无比丰厚的嫁妆 来到自己的国度 交代完了所有的俗事 苦河便闭上了双唇 不再多说一个字 他静静地感受着 体内生命的流逝 在微微枉然之余 却多了一丝微喜的体悟 眼前似乎浮现出 这些年来所有的过往 而那些画面 终究是停在了数十年前 停留在那一片 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白雪上 在最后的时光 苦河大师想起那些 在天上尖声怪叫着的 石腐秃鹰 那些倒闭于途的下属 那永无止境的黑夜 黑夜中帐篷内的微光 沉默不语的萧恩 以及帐篷边缘 被自己马骑得 整整齐齐的人臂 那一座衣衫而见 无比雄伟的黑青色神庙 那座神庙里杀出来的瞎子 那座庙里跑出来的小姑娘 人肉不怎么好吃 自己已经多活了这么多年 知道神庙是什么模样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一代大师苦河 就这样 沉浸在回忆之中 带着复杂的微笑 就此逝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 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